大家好我是明者寶寶的崇崇隆老师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叫做放大镜的成像盒 那这个的话呢可以用在汉年五年级的自然 那后来把光学放到五年级上学期这边之后呢 就变成应急一个单元 那如果你要省时间就可以像我一样做一个这个盒子 让学生下课的时间去玩 那操作起来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的话呢 构造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内核跟一个外核 那内核要蒙上秒图纸 那外核就放一个放大镜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透视的方式去看 那侧边有一个孔去可以调整这个秒图纸的前后 让我们得到最佳的焦距 那使用到材料也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下材料就开始来制作 那这里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外核会需要用到一张放大镜 一张放大镜或者是我用的这个是非尼尔透镜 比较薄比较好加工 再来一片16公分乘以16公分的纸板 那中间呢会挖一个 可以贴放大镜的这一个孔洞 再来侧边的话呢 是16乘以25 或者是你要长一点就是30公分 像我这是30公分的 它长一点的话 拿起来的手感会比较好 然后遮光也比较好 效果也会比较清楚 清晰度也比较高 那其中两片呢 其中两片的话呢 中间要开动 两片要中间开动 那开动部分的话是 这个动画呢是3公分乘以8公分 那距离底部是8公分 然后往上这里 往上开8公分 那侧边的话各式 6.5 6.5 然后中间这孔洞3公分 OK 再来 这是外盒的部分 那外盒的部分的话呢就这样子 那内盒的部分呢 内盒的部分的话呢就是15公分乘以17公分的 4片 4片之后呢 一张描图纸 再加上15公分乘以3公分的两片 那这个是要做 粘贴用的 那这就两个小纸板 这个话再做这个按钮 OK 做这个按钮的 那所以需要东西基本就拆 胶带啊 然后 双面胶 那如果刚刚讲的不清楚的话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图片 那组装部分我们就分为内盒以及 外盒 那我们优先来组装的是 外盒的部分 外盒的部分的话呢 记得我们有 4片这个然后两片有开动的 那开动的记得要在 侧边 在侧边 你不要把两个 在同一边 那就是相连的两侧 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首先呢 一样 先把 这一个 侧边去把它黏起来 这样固定好之后呢 那黏好之后呢 记得开动的是在两侧 就是相对应的这两侧这样子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拿起这张然后把放大金黏上去 那黏的时候呢 记得他要尽可能在中心点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尽可能在中心点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我们就一样这样子把它黏上去 这样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的放大镜这边就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黏上去到我们的 这一个盒子上 这个盒子上面 那再黏的时候尽可能 让他 边边密合 让他不会透光 这样的效果才会是最好的 那 再来放大镜比较长的这个 我们通常会在 就是 这里有孔洞 那是在这个两边 这样子 孔洞的这边 孔洞的这边搭配上我们的长边 那这样子我们就粘好我们的外盒了 OK 长的 萤幕是横的 然后呢 侧边是有开孔洞的 那这个我们就放旁边 接下来我们就来组装我们的内盒 那内盒的部分的话呢 这里有15公分跟17的 那我们用 我们记得要把17公分的当做长生 也就是 这里是16吗 那这里是15 那为什么要16跟15就是因为 要预留这个空间 他可以在里面伸做 如果大小都一样他直接就卡死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先把这个 按照长辨 就17公分的地方把它黏起来 那黏成一个柱状 那拧好柱状之后呢 还记得我们刚刚有这个15公分乘以 3公分的 那这个话呢我们就把它贴在 前后这个地方 不是前后就是在前面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贴这个呢 要方便我们把那个 木给蒙上去 好 那小盒的话呢 后面这边是正常的孔洞 那前面这边就蒙上这两片 那蒙好这两片之后呢我们就要再把 这一个给蒙上去 那这个蒙上去的方法呢蒙上去的方法呢我会先在 这个上面先贴双面胶 那这里贴上双面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把它 先贴好 贴好以后呢 贴好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拉紧 然后侧面再去把它做 封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贴的比较平 所以呢我们就先 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把 这里先对齐好 那如果你觉得太大张的话你也可以稍微修剪一下 修修剪一下 修剪小张一点之后拉起 拉起之后这边侧面的把它贴平 这样也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就 修小张一点点 然后呢 再来去做 粘贴了 我们这就要先把它修小张一点 好 现在比他再小一些些那我们就一样 先粘贴一边 放去 然后呢 这边 平铺以后 贴平 好这样子贴平之后呢 这边我们就可以再把它 打开 然后呢 然后这里往下拉过来以后 好这样子上下就可以平 那接下来侧面的部分 侧面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拿个胶带 一步一步 把它拉平 看一下 这边 胶带 一些胶带 往下拉 这个直角就很漂亮 另外这一侧也是一样 我们就贴两块胶带之后呢 再往下把它拉平 那你如果觉得不是很满意的话没关系 我们就再 拉一些胶带去把这个地方去把它贴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内盒就做好了 那外盒也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孔洞对孔洞 然后呢 记得 放大镜 横的 屏幕 这个孔洞也是横的 然后呢 对动 把它塞进去 放进去 那放进去之后呢 他就可以轻松的移动 轻松移动 然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要在 侧边 去黏一下 一个小小的这个方块 会更方便 如果你 懒的弄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 这样子推 这样子拉也是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要比较方便 基本上 你可以去贴一块小块的 在旁边 那怎么贴呢 我们就把它推到底 把这个 内面 内边的木马 推到底 到底之后呢 推到底之后呢 在 最接近这个的角落 最接近前面这个角落 贴上 一片 方形的 这边也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贴上一片 方形的 两边都贴好之后呢 你看一下我们就可以直接从侧面去做调整 这个直接从侧面去调整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啊 怎样的图形是最清楚的 OK 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别忘了 觉得 影片不错 按赞订阅 以及分享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留言 一起讨论 那我们下次见